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台中市无姓市民手机在租住处遭窃,由于窃贼紧利用他到共用为预洗澡的短暂空档及行窃得手,无难越想越可怕赶紧报案。 警方根据手机序号找到辗转卖出该只手机的张楠,他表示戏透过脸熟像昵称毛巾男子面胶购得,警方研判卖家就是窃贼取得相关租赁资料后,公张楠指认果然一眼认出原来窃贼正是无难同层的马姓邻居。 台中市第三分局合作派出所上周接过无难报案,表示放置租屋处内手机遭窃,无难表示租屋处一个楼层有好几间套房共用卫浴,当时因为要去洗澡,所以房间门只是微微靠上并未上锁,没想到洗完澡出来就惊见手机不翼而飞,觉得窃贼仿佛就在监控举动,想起来就觉得很可怕。 警方受理后,马上根据手机序号追查,查出该手机目前的诚信使用者,陈南表示手机细向张姓男子购买,警方窃而不舍群现在找到张楠,张楠表示戏透过脸书社团向一名昵称毛巾男子面胶购得在转卖,不小的近视赃物。 警方分析被害人当时手机遭窃情形,窃贼仅在被害人洗澡短暂片刻侵入房内犯案得手,研判可能是同栋住户或同层租客。 当时极层逐一清查与被害人同层住户的租赁资料同时留存现党经将照片提供诊认,张楠马上认出其中25岁的马姓网路卖家。 警方通知马楠道案说明他坦诚犯行工称因缺钱花用,又刚好看到无姓邻居去洗澡门没关才起贪念,讯后全案一切到最嫌宋办。